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Hey5,晨早新聞報寸 希哥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5日,星期二 今天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和乾燥 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換子清淨的東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今天都挺熱,大家記得多點補充水分 世界末日啦 世界末日啦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一度全球性死機 約七個小時 終於慢慢回復正常了 昨晚11點半後死 是嗎?你怎麼知道? 今早零六四八左右就康復了 哦,OK 其實我起床時還沒有康復了 你看我多早起床 人們說你這麼早起床? 勤力啊,天到酬勤啊 祝大家要勤力一點 做事就好一點 Facebook其實他們都勤力的 搞完之後都搞好 看到一度大家在貼 哎呀,404啊,糟了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signal啊 V7那些 不斷說,哎呀,糟了 全部死了 沒有了資訊 現在應該沒事了 現在 好,那就說一下疫情 疫情 現在就說有個保障基金 批了46個個案 賠償519萬 嘩,之前又說1個200多 現在46個才500多 但已經比上次翻了一倍了 哎呀,為什麼勒著勒著呢 那有些什麼情況呢? 有46宗內 22宗就比之前多一倍了 發生了什麼事? 嚴重過敏反應 面坦 住院 因為死亡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些就會有500多萬的賠償 四十多宗分開 總共五百多 其實經常都說,哎呀呀,很害怕的 疫症的,疫症的 原來看到癌症是更恐怖的 每一天平均有96人確診 全年達到三萬多宗生病 所以相當嚴重 而肺癌也取代大腸癌 成為殺手 頭號殺手病 所以就說 經常怕做疫苗KOL 不如做戒煙KOL 身體健康 不如做戒午餐肉KOL 人家教這麼多不良飲食 這些不怕,怕那些 你真是 好了 先說說其他新聞 有男人在側魚沖海面 再浮沉 飄浮 救起 證實不治 oh shit 昨天下午四點鐘 人形物體在 側魚沖海域街近北角警署 附近浮沸浮沸 撈起發現是屍體 證實是59歲男子 未有檢獲遺書 屍體發現案處理 據了解 有人近日因金錢問題 不開心 唉呀 再說 這些事很多 珍惜生命 20歲回港留學生 在上環市政大廈 墮樓死亡 因為學業問題 每天都有這些事 學業問題要死嗎 讀不到書一樣可以賺到錢 暫時性 不要經常被父母欺騙你 腦點你的 真的 讀書不好 出來的社會一樣是有用的 當然 有些人是沒有用的 你自己有用 就要不斷去 進修自己 或者發展一下一技之長 對 興趣 讀不到書發展一技之長 絕對有用 發展自己興趣更快 很多人讀到書 做一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都是很淒涼的 好 我講講其他新聞 在這個香港 港島大口環 村民居來的 找到一條四米長的網蛇 四米即是多長呢 兩道門那麼長 蛇王夫婦 兩個人才可以禽拿到他 你看到那個蛇頭相當之巨大 我貼了一張圖 就是昨晚11點 在一間村屋那裡 有村民發現巨蛇 你說沒見過大蛇 這條就是大蛇 四米長的網蛇 我告訴你 他捲過來 真的小孩子和那些 我想金毛尋回犬都吃得下 你也知道網蛇多厲害 找了附近有一位叫蛇王球 連老婆一起到場 用熟手的方法 把他夾進尼龍袋裡 再轉交相關的組織跟進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變成蛇羹 這條蛇重六十公斤 六十根床 六十根床 三十多公斤 熊勝 這條蛇 二十多歲 嘩 這麼大一條蛇 應該吃很多東西 現在懷疑有人放出來 因為沒有理由有這麼大條 這條是緬甸網蛇 緬甸網蛇 列明是受保護野生動物 氣養 應該是 這麼大條 要吃很多東西 吃很多東西 人都沒有飯吃 你還會什麼呢 氣養的時候 一放出來吃野生 野豬啊 老鼠仔啊 都是這些 這麼大的時候 真的撞到小朋友 小朋友應該沒事 大人會抱著他走 如果撞到小狗 襲擊就麻煩了 他其實是沒有毒的 除非受到威脅 否則不會主動傷人 肚餓就威脅了 人也很難傷 小孩子也不會單獨行事 怕動物或者什麼 現在就抓了 好 再說昨天在荃灣家品店 電線短路起火 二十人疏散就逃生 昨天八點多 還不是很晚 霧出大量濃煙 在海霸街的家品店 之後消防員到場就救息了 那些人相當彷徨 你知道無端端在走家品店 無端端出煙 原來電路 短路也是會發生這些情況 再說 在觀塘有個十九歲的黑幫男子被捕 涉藏開山刀和大麻 找到一把四十八厘米長的開山刀 膠尺也算了 五十五厘米長當攻擊性武器 其實是膠尺 尺 另外有市值四千元的大麻 和兩個懷疑吸食工具 有新義安的背景 就和阿麻一起住 好 再說 這個彌敦道酒店房 又有人找到 又是作毒窟 檢獲一百萬的冰毒 拘捕了兩男女 一名二十六歲本地女子 二十五歲本地男子 涉嫌藏毒被捕 這些最高罰款五百萬和終身監禁 切勿以身示法 昨天天氣中國相當惡劣 在遼寧出現罕見的極端天氣 有兩萬輛車被這個冰瓦擊毀 多地降雨量創歷史新高 在大連的冰瓦 一個好像整個饅頭那麼大 一跌下來就打死人 直徑達到八厘米 你想想多誇張 二萬輛車被捕 每個拳頭那麼大 那些冰瓦打下來 這些比較罕見 在馬鞍山又有 男人被警察截獲 起了一批大麻花 再加上這輛車 也找到一把匕首 這麼厲害 匕首有什麼用呢 防身 防身也放在身上 在車上收藏 有什麼殺以達傳說多 收藏武器 37歲男子和37歲女子也是藏毒被捕 香港有很多藏毒 香港的 這批事就有24萬 再說 昨天 在葵聰警車 有警車和的士相撞 三名的士乘客就受傷 哇 警車撞的士 突然撞過來 嚇到 兩男一女 乘客扭傷頸 哇 真的 誇張誇張 砍他 哇 砍到一身都是血 你也看到了 那些警察就帶備這個盾牌到場 是不是 看到整件事相當恐怖 因為兒子肉血 喂 那你也罪不至砍而已 打兒子都勁抽 還砍兒子 對不對 那還要趁兒子 睡著覺的時候來砍 真是毫無防範的 那這宗倫常慘案 傷人案 就是昨天清晨五點鐘 警方接獲一對母子報案 一對母子報案 即是老母有報警 兒子也有報警 三十一歲姓墨兒子 稱夢中被五十八歲姓王 老母就拿刀斬傷 老母也報警 稱斬傷兒子 哦 即是我媽媽自首 警員帶備盾牌上門調查 男事主 周身都刀傷 面又斬傷 手腳又受傷 嘩 兜頭兜腦就劈臉了 真的 你看到照片整塊臉就濕了 真是慘了 血流披臉 身穿白色背心兼染血 女事主亦告受傷 可能兒子反抗 打傷過母子 二人清醒 由救護員送到馬加列醫院治理 警方將案件列作傷人調查 因為家庭問題起爭執 發現女事主患有抑鬱症 精神有異 涉傷人被捕 現證交流調查 真是慘了 這些人就是冤孽 量子糾纏 那陰毒的凌晨五點幾 最軟的時候 就劈你了 他有抑鬱症 有抑鬱症 很難控制到自己 這些就是看不開 看不開就看不開 所以看不開就看開些 有些人真的很執著 說這些 你就說你真的不明白 我們什麼 我當然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是什麼 明白就已經跟你們一樣 但我就說你不明白 因為你們很執著 希望你們放下 其實不需要想太多 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的當下 過去的事情 不要想 心平氣和 把呼吸調節 人最重要是有定功 怎樣做呢 禪修 你閉上眼睛 一感受你的呼吸 調節回 因為人一緊張 呼吸就會亂 一亂就會亂想事情 你控制到呼吸 就會控制到思緒 很多事情只有自己記得 對 只有你知道 你來質疑我都沒用 你自己想想怎樣去調節自己 心境轉就是外境轉 希望救到你們 佛道有緣人 有緣的話會聽得懂 再說 馬安先生說了 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解散 曾爭取幼兒老師的新級表 就是盼業界堅守初衷 他們離開的關係 佳恩在這個 都是和一些政治有關 你也知道現在很多工會都要解散 可能在Facebook也有支持過 那些什麼什麼 所以就正式解散了 另外 之前有個女西醫 幫一個拉丁舞女導師抽資死亡 誤殺罪名成立 監禁六年 法官說 事主將生命託負於被告 即是託負於你 你就對手術風險視而不見 我告訴你 看到裡面就離譜了 佳恩在進行了麻醉之後 聲稱約了朋友吃午飯 一度離開了五十分鐘 留下了一位未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助手 有那部機器就跟他吸吸吸吸抽資 之後助手發現有些不妥當 他回來還怪責助手 就說 做什麼你不懂得處理 那女人這樣死法 那女被告姓關 叫孝子 關孝子 38歲 2006年在香港大學醫學學院畢業 接著第二年就執業 之後就在生法殖法中心 那些佐敦診所工作 之後就搞這些抽資手術 因為真的事態很嚴重 所以就將他誤殺罪名成立 監禁六年 恐怖啊 恐怖啊 他都很少啊 他今晚走了五十幾分鐘吃飯 就是六年一條命就沒有了 是呀 麻了人一走了去都有的 都離譜了 釘他的牌 釘他的牌 我覺得這些直接是 我覺得這些跟謀殺沒有分別 當然沒有分別 他不是誤殺 他是走了去 走了去五十分鐘 真的離譜了 我都害怕啊 聽到這些 對呀 被你剖開了抽中 對呀 然後抽死了 你可以這樣走去 真的神經病 好了 屯門區議員辦事處 被人林紅有 沒有人被捕 是的 昨天凌晨四點剛剛 那個叫做建龍樓地下 一個區議員辦事處 被人林紅有 先跟進一下 沒有人被捕 好 油麻地男子報稱拖車撞 再遭拖行 咦 捱車撞 被車撞 再拖行 的士是涉事不顧而去的 又有些亡命的士 昨天晚上11點 唉 就發生這些事 但是那個男人呢 就是凌晨五點才報警 哦 真是想想一想 這部電影不拒 撞完都應該沒什麼事 因為手腳拆傷 但是不拒 你還要記下車牌 這些 唉 真是 真是慘 好了 再說 唉 區議員呢 有十六人 就是宣誓 那政府呢 向這個 柯耀林 李 柯耀林 李智宏 等十六人發信 就指宣誓傳移 就不 就覺得你們是 什麼 就叫他們解釋 這樣 這些都是政治關係 總之有些方法 你宣誓的時候呢 傳移 就是覺得你不是真心 這樣要你們公開解釋 就是寫那些 就是 我是好什麼的 這樣 那些 暫時都不是DQ 叫你解釋 另外呢 之前在南灣 有人玩浮潛 死亡 找回一條絲 43歲 姓男子 就在 上個星期六 就玩浮潛 就在昨天 早上 找到浮潛 就在南灣 沙灘 離岸十五米 海面 這樣 那我懷疑呢 就不排除 那個裝備 那個蛙鞋 扣住了 那個防沙網 就上不回來 就浸死了 那 那你就知道 防沙網 你未必看到 你一進去 一動 一勾扣住 然後呢 這些就是因緣際會 本身沒事 誰知一勾住 上不回來 就這樣就失亂 之後就浸死了 找兩天都找不回來的 終於發現了 那昨天 那麼 那無阿彌陀佛 一條生命 那大家自己玩這些 不熟水性就小心 熟水性都 都大鑊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 你知道 熟那些就搞定那些 你不熟 你就不玩 你熟 你以為沒事 上次有個熟水性唱 很多都是黑工來的 因為他們可能是沒有身份證 不可以做事 他們又說嚴打 道絕 借用他人身份送餐 因為他們可能是借人身份證做這些事 我覺得嚴打 又還嚴打 人家現在做一些合法的工作 即是叫做送餐 如果香港政府有法例監管這些 黑工不做事 那是不是你養他呢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他不能做事 這些政績他不能做 他唯有撈偏 他不就跟那些什麼 然後去買手買腳 買手買腳就可以做 反正黑社會說不用身份證 做這些事 香港政府是不是有一個責任去處理這些問題呢 即是你說黑工啊 黑工不行啊 你要一條籠包來做才行 你搞到他沒了工作 他不送外賣 正在搞什麼 你負責 要不可以安排他 回回他的家鄉 要不就是安排他 有些事情做一下 有工作證 不可以不理不理就算了 人家都要生活的 不做事那怎麼辦 打劫嗎 這些是離譜的 所以不可以只是說人家是黑工的 這些是一次過 你要一條籠式去搞的 唉 真的 再說 港鐵河文田站 月台玻璃幕門爆裂 河文田是否先去團馬線 算是嗎 真的很興奮 是啊 旁邊而已 哈哈哈哈 往這個條領領方向的月台 就說 其中 都不是那個站 轉車站 其中一個線門 第五卡車卡的位置 玻璃門爆裂粉碎 嘩 這麼化學的那些東西 就沒有人受傷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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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晚上11點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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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亂撞缸 居居都用到,每個站都可以 全地球都亂撞缸 對,經常說在小學中學旁邊就是亂撞缸 這個世界生人多,死人多 你要作鬼故有多難 所以就說搞好一點 不過這件事無緣無故粉碎式爆裂 兩個可能性要是有鬼 要是偷工減料 強化玻璃哪有那麼容易粉碎式爆裂 是不是有人落格 你要引伸下去想到很多東西 簡單一點就想鬼故 好了,再說新冠口服藥 專家說有效抗變種病毒 但是我看到價錢 我就覺得真是人血 因為醫生說之前有一個叫 瑞德西偉一個療程是15000元 這隻便宜,這隻便宜 多便宜 5500元而已 三分一價錢 哇,藥丸也要這麼貴 我經常覺得藥廠有什麼標靶 有多少萬多少萬 我不吃沒錢就沒得醫了 但是,西藥是不是這麼貴 那為何幸福雙風數這麼便宜 人家大福的製造 幸福雙風數 那你這些肺炎口服藥 麻煩你大福製造 又是全球又敢又敢 你這些藥買到5500元一個療程 那你的疫苗又可以免費打的呢 這些疫苗,這些當然是全球性的東西 當然是全球政府埋了那張單 5500元誰吃得起啊 有什麼事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55元可以搞定的東西要搞到5500元呢 那些藥廠真是兇的 玩到這麼貴也有 還要說便宜了,三分一而已 這些就是比較 那你全球性就是你有這樣的需求 大量製造呢 我相信還可以便宜一點的 暫時 我覺得就不太合理 那今天的新聞都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的話 希哥你說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 留言給點讚 對啦 那些網友很喜歡聽到你的聲音的 跟大家說幾句話先 拜拜